來 下一件 來 邱先生 這一件也是 也是那個家裡帶來的 讓我想說 這個好像也是 不曉得是同一類型 您覺得跟第一件是不是 可能是同類型是不是 這一件也是乳窯 也是乳窯 是 那就請那個曾教授 來幫我們解釋一下吧 因為剛剛有了第一件的經驗 然後自己就越看越看 你再想一想看是不是對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造型 這是叫蓮花碗 這個是水仙盆 就是以前在水仙 種水仙的 那以前的這個水仙盆 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個它下面有枝丁 為什麼有枝丁呢 因為陶瓷燒燒的時候 它下面都有個圈竹 圈竹就是說燒的時候 不能上釉 上釉會黏在底下 你要敲 它就壞掉了對不對 所以呢 到了北宋的宋徽宗 因為宋徽宗比較龜毛 他說我要的瓷器是要perfect 非常完美的 所以不能有這種漏胎的地方 所以他這個姚公的想辦法 就做這個枝丁 固定 那這個當然枝丁 不是從宋代開始的 宋代以前就有了 宋代以前 只是到了北宋的乳窯 他們皇帝的需求 他把枝丁做得特別細小 特別精緻而已 看不太出來 那我這件當然就是 在故宮博物院裡面有兩件以上 兩件 那這個東西因為是一個 很重要的東西 這件也是 所以訪的人會成為他的標的 難怪就看到那幾個形式 對不對 但是一般普遍收藏家 有沒有特別喜好哪一種 蓮花碗啦 還是水仙盤啦 還是像這種山竹的 有沒有 因為 因為市場就有供需 供需市場的需求 這是供需 沒有錯 就是說因為大家在收藏的時候 都是比較喜歡聽媒體 或者是聽很多人跟你說 其實收藏呢 我是建議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 我不一定要收別人收的東西 你要有自己的風格 收藏家要有風格 但是因為我們大多數的人 還是會收媒體現在關注的品類 所以訪的人呢 就會喜歡訪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私底下拿來給我看的 這種蓮花碗啦 這個東西就多得不得了 還有國外的也拿來 曾經有這個日本啊 韓國的收藏家 拿他的這個收的給我看 我跟他講那個是不對的東西 但是他那個做得比你還要好 比你還要好 糟了 這個做得可能一眼就被識破了 沒關係 我們還是先評估一下 再請教授教我們看好不好 來 請 請建價 六千元 這個價格沒有很好 就像您講的可能做得還不夠 不夠像 其實這兩件呢 比較難做的是這一件 這一件喔 因為它必須有一個 一個曲面的造型 這種東西比較難做 對 然後在燒的時候 像曲面的東西很容易裂掉 所以它的損耗率比較高 事實上是這一件比較難做 但是這件右色做得比較像一點 這件右色比較不像 所以它也是有可取之處 但是問題是像是這樣 可是它還是不像 它這個右色非常單調 你可以感覺到 它沒有我講的那個煙青色 smokey blue 沒有 是不是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都是 酸腐蝕的 對 做的 剛剛那件還沒有 這就是酸腐蝕過 是 它為了要讓這個光消掉 不要讓太亮 看起來比較像老東西 因為宋代距離現在也七八百年以上 對不對 所以它必須要消光 可是一消光呢 它就會形成這個詞意上的 不自然的地方 對 它說我們要去一眼就辨認 那個東西 它不太對勁 是 我們可以看那個 我剛剛有幫你做顯微 你就知道我們請賴老師 對不對 我們來放大看一下 你那個看起來是白白的一層 在兩百倍的顯微鏡下面 看起來 它是一點一點的 被腐蝕變得一個一個 坑洞的那個感覺 看下一張 這也是 你看 這些都是 像這樣的老化 都是不正常的老化 它就是做舊的 是 做舊的 來 好 廖老師 其實他汝瑤 對 在歷史的記載裡面 你看看在這個宋高 這個宋高宗 在歷史的記載裡面 唯一有一套汝瑤被發現的 就是宋高宗他南巡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叫做 這個人叫誰呢 張俊 到張俊他家裡面去 因為宋高宗已經到他家了 所以他從外面回來 人家皇帝都在家裡面 他就很不好意思 然後呢 他就送給汝瑤 十六件給這一個宋高宗 所以在歷史上記載 唯一一次出現 汝瑤最多的就是這一次 這是有紀錄的喔 這個紀錄放在什麼呢 武林救世裡面 唯一記載的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大連一跟小連一 會在我們後面那個 乳瑤也會講到 等一下再來說 那看完那一件 我們再來看看這一件 這也是乳瑤 君辭 跟這個一樣 君辭啊 來來來 那我讓曾教授來看一下 像這樣子形制 他的名稱跟用途是什麼 曾教授 這個是一個像波一樣的大碗 像波一樣大碗 像剛剛不太一樣的 他剛剛那個是點狀的 一點一點一點 他這個你看 他真的像髮絲一樣的 這樣呈現的顏色 對 您自己怎麼看這一件 寶貝 我看這一件 跟那一件也有 有一點不太一樣 他這個流的就是 沒有像那個什麼 一個洞一個洞 他是比較層面 比較有程序的 這樣子 垂流下來 這樣子 請曾教授來 解惑一下 解惑一下 因為君堯啊 他是鐵發射 那剛剛我們有聊過 他的釉裡面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那他這個東西跟我們現在做陶瓷的概念 技術不太一樣 所以古代人他是用原來的那個天然東西 裝進去囉 是 所以他裡面的微量元素是非常豐富的 可是現在我們會把很多東西把它 Purify 把它精緻化了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像古代這麼的豐富的變化 你沒有辦法 是 有點像我們中藥的概念 我們現在不是科學中藥嗎 對啊 把它萃取出來嗎 是 可是我們以前的老觀念 傳統觀念 還是把那些天然藥材 去燉 煮那種東西 這個有點差異的 是 有點差異的 所以這一件跟這一件 它會有差異是 其實就是在 他又要的掌握技術上的問題 好的 那我們也來評估一下這一件 這一件 因為我這邊看過去 對 它就有點懵懵的 燃燃 所以可能會是真的 那在拍賣會的紀錄裡面 因為君瑤的拍賣會紀錄比較多 那有三個呢 其實它的價錢都落在港幣多少呢 大概 君瑤這個東西呢 它有三個特色 一個是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如君瑤是特別皇上比較喜歡的 跟這個紅就不一樣 它那個又是另外一個 青植 是 又不一樣 那我們就評估一下囉 來 請 請見價 六千元 那怎麼看呢 來 我覺得我花 六千塊買回去吃蒸拌麵好了 對 不錯 這個大小 這個 度大 還可以加兩個雞蛋 對 加個青菜這樣多好 因為很漂亮 是 還是很漂亮 來 大家怎麼看 大家看起來是很漂亮 但是我們要 如果要去討論它的真偽 那就是要去研究一下 剛剛我們講的君祐裡面 它基本上是以鐵 作為主要的 祐的發射的這個元素 但是因為它裡面加了很多的元素 那鐵元素在裡面為主的話 因為鐵 它如果在氧化燒的時候 它是從黃河色一路走過來 對不對 然後到了還原的時候 它會變成藍綠色 所以在君瑤上面 它常常會出現這樣棕色的 它就是氧化 因為以前的那個火焰 在燒的時候 它是不像我們現在溫度是固定的 它是火焰 一下強 一下弱 一下強 一下弱 所以它的右色的變化 就變得很豐富 對 就會變成像這樣 它的口岩這個地方 只要右比較薄的地方 它就出現這種棕色或者綠色的 是 棕色或綠色的 那仿的人 他為了要達到這個效果 有時候就矯網過正 就會弄到像這樣 整個變成綠的 是 它不容易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你要仿成 古代的這種君祐 那你可能就必須要建構出 跟古代一樣的搖爐 然後你的顏料 什麼什麼元素 都要取用於天然的東西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它一定沒有辦法 達到古代的那個特色 所以它這個東西 就已經有點誇張了 變成這個樣子 更何況這件東西 大概是經代到元代的氣形 那經代到元代 它不可能做到這種紅色 是像這樣 這個紅是銅去發射的 在還原燒的時候 它變成紫紅色 那當時的技術 它做不了這樣 它頂多只能做這樣一點 是 就一點 那可能大塊一點 也小塊一點 它不可能做整片流動的 這麼大片的紅斑 在當時是技術上是限制的 它做不了 做不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不符合 它那個時代 同時那個釉 也不符合那個時代 那我 我有拍了一些 這個剛剛有顯微照片 我們來拍一下 你看了 這是一個底面的東西 就是你翻過那個底竹 那個底竹 它上面這些東西 都是被化學腐蝕過的 現在讓它做得老一點 好 我們看下一張 你看你的紅色的均釉 是這樣的 老的東西的這個紅釉 它好像雲朵一樣 這樣整個纏繞在一起的 非常自然 像雲霧一種樣的東西 是 那現代的東西 因為它的那個成分 太過於清楚 所以它做出來的東西 它會有截然的一些區分 它沒有 下一張 你看 放大 你看 它們有一些區分有沒有 這些都不是 然後這些白點 就是腐蝕的痕跡 是 就是做舊的痕跡 所以這些也有做舊 那很可惜 但沒關係 就是 今天來這邊學習也學到了 對 也看了很多 謝謝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叫我 谢谢大家